哈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格伊森 今天出来办事情正好路过了我们这儿的一个观赏鱼类的批发市场吧 然后也是郑州比较大的 所以说我就带大家今天来观看一下 我们现在进来看一下,看都有什么宠物 今天拍摄用的是手机,因为出来办事,然后摄影机也没有带 所以说收音效果应该不会太好 然后拍摄的画面大家就凑合着看吧 现在大家看一下一楼吧 爸爸,你给我站个上去吧 我大概看了一下,一楼基本上都是卖一些鱼缸类的 我们再来二楼看一下 二楼呢也是卖一些鱼缸的造景,然后夹鱼缸之类的 但是东西是,东西的价格也是非常的美丽 刚才我拍的视频上面有鱼缸的价格,一个都是好几千 我们来到了三楼 都是一些热带鱼类 但是现在还没有看见有一些蛇类啊,蜥蜴了什么的 这是啥椰式鱼缸吧 这种鱼的椰式鱼 黑白黑白的一种得多少钱啊 这种黑白黑白的一种 这种鲜一点的 这种鲜一点的 啊老板 这种黑白黑白,鲜一点的多少钱 这种超金饼,这种贵啊 这种眼睛的防灌啊 金饼防灌 这个眼睛 这个红鱼确实贵 刚才我问的那条要两千多 而且还是体格比较小一点的 那个老板,我问一下啊 实际是不是 这儿是不是有那个卖那种蜃鱼那一类的 实际没有了 现在没有了吗 它都不要卖 它都不要卖了 有多长时间不要卖了 哎呀 哟,这一位鱼确实贵了 几两年了吗 不自贵了吧 刚才呢我问了一下这个老板娘 我说 之前呢不是有一些蛇啦 什么两栖动物的 都是在这个三楼 现在他们的专柜已经都撤走了 因为 因为这些东西查的比较严 说什么国家保护动物呢 什么的 所以说现在这个市场 已经没有卖什么两栖类的动物了 蛇类了呀 都是卖一些鱼类的 也就是金龙鱼 鱼鱼热带鱼 现在呢我已经出来了 里面就是一些热带鱼 没有前几年的卖的东西花样多一点的 不过里面的鱼类的品种还是挺贵的 那个金龙鱼 刚才我都没敢问多少钱 那个金龙鱼的话估计都得几万块钱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用水雷骑视频 拜拜 我们下期见 它的对面呢是一个花卉市场 下次的话可以逛一下这个花卉市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